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 那美联储加息缩表 让人们的投资信心跌到了谷底 资本和经济的寒冬已经到来 但是很多人呢 没有意识到 在这些负面的现实和悲观的预期之下呢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发财机会 本期影片我会通过经济历史和周期分析 带你一步步了解这个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 未来的几个月 可能是决定你今生财运的重要转折点 现在大多数的投资者呢都非常焦虑啊 那所有的资产类别 不论是股票基金虚拟货币房地产都在下跌 很多人呢看不清前景 感觉整个世界都要毁灭了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就说明你没有看到一个千载难逢 让普通人改变人生阶层的机会 即将出现在你的面前 在讲解这个机遇之前呢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目前的经济环境和背景 你才不觉得我们给出的结论很突兀 绝大多数的人都很害怕经济危机 但是对少数人来说呢 经济萧条 经济危机是难得一见的创造财富的机会 有点像是投资界的双十一或者是black friday 资产都在打折出售 聪明人呢都会买入低价的资产 所以产生百万富翁的效率 最高的时期就是经济危机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呢 增加财富的方法就是寻找机会 但是你要首先明白经济是怎样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这样的 才知道哪些是机会 哪些是陷阱 历史呢不会重演 但是有相似之处 人们总是会简单的看待历史 觉得经济危机在2008年发生过 那次呢是房价大跌 所以这一回一定会再发生 经济危机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 也曾经发生过 那次是科技股暴跌 所以这回一定会再次发生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危机肯定会再次发生 但是每次发生危机的标的和机遇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看懂历史 然后在现在寻找新的变富有的机会 每次的机会都跟上次危机时期不太一样 在过去的几次危机之中呢 每次看到经济放缓 国家的反应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创造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在刺激经济 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利率降低了 那银行呢创造了更多的货币 并且进入经济运行和流通领域 有个名词啊叫做量化宽松 一旦更多的货币出现 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就跟2008年是一样的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 房价暴跌 经济放缓 在这个时候量化宽松又出现了 央行降息创造了更多的货币 发生通胀 同样的事情呢 也发生在2020年疫情期间 那这次的量化宽松来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被释放到市场上的货币量呢 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都要更多 都要更快 结果呢就是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 你手里边的钱迅速贬值 然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会飙升 多印出来的钱呢 进入了房地产市场 股票市场 虚拟货币市场和所有人的钱包 人们根本不用工作就能够拿到钱 疫情开始的时候 股市下跌的比例和速度超过了1929年的大萧条 然后央行呢开启了印钞模式啊 股票市场连同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一飞冲天 但是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市场上的钱多了 人们又不出去工作 没有创造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那一边呢是手握现金的人们 另一边是缺少的商品和服务 人们去买东西 但是供货却跟不上 那企业呢就要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这就带来了供应链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 企业没办法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就只能提高商品的售价 这就让整个经济陷入了一个死亡循环 商品涨价 人们需要更多的钱来生活 就会去跟老板要求加薪 那极端一点的呢会出现罢工 什么学校停课呀火车停运呀 这又降低了经济的运行效率 老板们迫于压力就只好给工人涨薪 但是企业的成本提高了 就只能提高商品的价格来做抵消 然后人们又会要求涨薪 那这是个无解的死循环啊 在疫情开始之后不久呢 央行开始印钞票了 印了多少呢 有个衡量市场中货币量的方法 叫做M1 你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市场中全部的货币总量叫做M1 当时央行呢不但开始印钞 同时还更改了M1的定义 没人知道是为什么啊 但是我猜呢是央行怕人们知道 印了多少货币而引发恐慌 人们会想啊 那你印了这么多钱 让企业更富有了 让投资者更富有了 但是让我们普通的人更加贫穷 因为通货膨胀呢 不成比例的 让没有受过财商教育 和没钱的普通人变得更穷 因为日常用品更贵了 汽油更贵了 电和煤气更贵了 房租也更贵了 但是工资的增长呢 却没有跟上 除非你有20%的工资提升 要不然你的生活水平绝对是下降的 除了印钱之外呢 央行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降低利率 利率降低就相应的降低了借贷的成本 房贷更便宜了 你可以买更多更贵的房子 车贷便宜了 你可以出去买车 企业经营的贷款相对便宜了 企业就会大幅度的增加贷款去运营 你想想如果企业可以用3%的利息借到钱 而企业增长的速度可以达到5% 你要是企业主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多多益善 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了 所以这就是在经济下行期会发生的事情 印钱降息通货膨胀 同时呢刺激经济让经济复苏 但是如果经济过热了 央行就要给经济降温控制通胀 那就要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第一是需要加息 让购买房屋汽车和生活的成本升高 让企业借钱运营的成本升高 同时呢把钱从经济之中抽出来 这就是央行现在在做的事情 第二点呢就是缩表 就是给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减肥 你需要理解呢 钱在政府层面是怎么运行的 那政府不是一家企业啊 不生产产品 也不生产服务 政府赚钱的最主要方法就是收税 个人收入税 消费税 企业运行税 税收上来了 那下一步就是花出去 用在医疗教育军事等等这些板块 如果政府花销比收入少 那是没有问题的 手里边剩下了钱 那可以以后再花嘛 但是如果政府的花销比收入更多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美国负债最近几年一路飙升 每年的负债都要超过GDP 那现在美国累计负债呢 已经超过了30万亿美元 美国2020年的GDP才不过20万亿美元而已 也就是说呢 美国已经资不敌债了 想要还债呢 就有这么几个选项 第一就是提高税收 但是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第二是美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去借钱 最近美国呢 已经从其他国家 比如说中国 日本借了不少钱了 但是借钱的金额也是有上限的 不可能一直借下去 这就来到了第三点 美国中央银行呢 可以发行国债 任何普通人都可以买 而且许诺呢 很高的利息 这样你就会把钱 从其他的资产项目里面抽出来 去买国债 那普通人这样做 机构投资者也在这样做 这就能给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减肥了 也就是缩表 最简单的理解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经济下行期 未来美联储四次加息的预期 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的程度 危机危机要先有危险 然后才有机会 你需要先躲开面前的危险 才能够迎来后面的机遇 如果没有防范意识呢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在危机更加深入的时候 你会失去通过奋斗得来的一切 但是如果你有前瞻意识呢 其实每一次危机中都孕育着机会 经济危机是一次对以往既得利益的重新洗牌 几乎每一次的危机到来呢 都会有人倒下 同时呢也会诞生新的大牢 那么我们普通人怎么样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机遇 财富翻倍 改变人生阶层呢 我们普通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 必须要做到这几点 第一防御深入的经济危机 把不必要的开支降到最低 并且增加储蓄 那这一项听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月光族的道路了 不少人呢 为了能够消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东西 去透支信用卡和借贷 比如说苹果新出的手机电脑平板 你真的需要吗 原来的老版本不能用吗 就为了代步有必要买一辆新车吗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不到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把你的日常支出逐项列出来 分成两类啊 一是房贷水电交通网络等等必要的开支 就是那种你不花这个钱就活不下去了那种 另外一种呢就是非必要的开支 比如说旅游啊 买当季的衣服鞋子首饰 那最新的手机平板电脑这一类 每个月工资一发 马上把除了必要开支之外的钱全部存起来 这样能够在经济危机深入的时候 还有现金周转 第二点综合调整投资组合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投资组合呢都是 现金储蓄定期储蓄 股票基金外汇房产 黄金比特币 那放在银行的钱呢是不需要担心的 最多呢就是通货膨胀 稀释你的存款价值 并不会大幅度下降 那对于股票基金一类的权益性资产呢 大家需要减持 那目前利率一路上涨 对权益类资产的表现并不是很友好 而且经济下滑 企业经营不理想 会造成股价下跌 债券的表现呢也不会特别理想 因为利率上行会压低债券的价格 那同样呢也会因为经济问题出现违约的现象 所以需要卖出权益性资产 多留存现金 以防未来的经济危机深入的时候 资产价格下跌和流动性不足 如果你的金融产品已经被套牢了 就需要自己做出判断了 到底是现在卖出止损 转换成现金 然后等待市场底部再次入市 还是把钱留在市场里边 等待市场下跌的时候 再加仓再加码呢 对于房产这类的不动产投资来说呢 要看你在哪个国家啊 如果是跟美国经济紧密联系的国家呢 我的看法是适当减持投资类房产套现 等待抄底 因为从历史上看 美国的房市起伏相对比较大 那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 房市不是市场导向啊 而是政策导向 所以要单独分析了 澳洲的房产稳定性非常高 在过去的50年之中 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 没有对澳洲造成太大的打击 所以如果你在澳洲 其实不用太担心房市 起伏呢 不可能像过山车一样 只要不超过自己的还贷能力去借款 投资房产可以继续持有 如果大家对房产投资感兴趣 可以订阅我的另外一个 专门讲解房产投资的频道 澳房色 学习如何让自己的房产保值增值 第三点 你要审视自己的收入 在经济危机之中呢 无一例外 各个国家都有比较高的失业率 没准下一个失业的就是你 如果你目前的主业不是很忙的话 能不能做个兼职呢 或者尝试做个小生意 为将来的转行做个准备 当然如果你现在的本职工作 已经非常繁忙了 就不要浪费时间在兼职上了 你需要的就是投资自己 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每一次经济危机之中呢 影响最大的就是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人 这些人的工作呢 一般没有技术性啊 重复性比较高 很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 所以如果你正处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 不如学一门技术 一门语言 考几个专业的证书 总之呢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增加自己找工作的筹码 只要你跑赢身边的人 在竞争中就能够脱颖而出 别人失业也轮不到你 即使你暂时丢掉了工作 凭借自己的竞争力 也能够马上找到下架 如果你做到了以上三点呢 在经济危机之中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了 那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在经济危机之中 实现财富暴增和跳跃阶层成为富人 那其实呢很简单啊 如果你做到了这三点 你手里边应该已经持有大量的现金了 除了持有现金之外 你可以持有一定量的保值增值的资产 比如说黄金外汇对冲等等啊 但是持有的目的呢 并不是为了投资收益 而是保值和防御 等到各个行业都跌的差不多了 各种资产都在一个很低的价位的时候 拿出你手里面的现金储蓄投资进去 那么几乎都是稳赚的 买基金股票 基本上都是闭着眼睛买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会有很多人因为价格暴跌 想要止损低价出售的 这就是你减便宜 发财致富 甚至变成富人的最佳时机了 比如李嘉诚和巴菲特 高位套现低价买进 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呢 都是依照这样的策略制胜的 那现在就是你抄作业的最好的时机了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 就是没有人知道市场什么时候会达到最底部 没有人猜得准 所以只要你看懂了大趋势 在利率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上涨的时候 这个时候说明央行已经不再需要调控经济了 其实你就可以入市了 不必等到那个技术性的最低点 只要是在市场低谷这个大范围之内投资 就不至于错失市场的机遇 中天财经频道与钱同行 通膨时代来临荷包不缩水 台股美股ETM 基金外币黄金 虚拟货币还有头显 如何投资理财创造被动收入 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每周二五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中亚廷和您以前同行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珠宝 每周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知道 凡是跟资金有关的市场 都会收缩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是绝对高于它 所以明年应该 它最后它的决定是2.8 欧洲绝对是二五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到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最热门的新车常鲜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 全都在这里 猪猪哥来聊车 陪你一起来直播 别别忘了 帮我们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 总统级的享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